今天给大家来一部由香港女星李莉珍主演的电影《蜜桃成熟诗》 女主阿珍是有钱人家的独生女 因为父母的极度宠爱 阿珍的性格非常随性 随性的都不太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 这天阿珍的母亲找了位和尚来家里看风水 说自己最近打牌老实书 肯定是家里风水不对 于是老和尚和小和尚就在家里专游了起来 这时我们的阿珍还在西藏 因为人赶紧催促她 让阿珍快一点 不然就赶不上飞机了 于是浴室里的阿珍就盘着头发 光着狮子就出来了 小和尚看呆了 父亲赶紧有手挡住她的眼睛 老和尚也面露喜色 父亲赶紧跑过去把阿珍推进了浴室 为了掩饰刚才的尴尬 老和尚告诉阿珍母亲 说人啊都一样 收下来就那样 你女儿年纪轻轻就如此会跟 难得难得 不如让你女儿私下和老师参透一下 递到这儿小和尚当即拆穿 师傅你不就是拆人家小姐姐狮子吧 一旁的阿姨觉得这和尚忒不靠谱了 另一边阿珍收上了行李 父亲出来送她 阿珍此次出席又是要去英国留学 走之前 还给阿珍吸了一大把钱 让阿珍别光顾着学习 该吃吃该喝喝 父亲拿完了钱 母亲又悄咪咪的追出来 也从兜里掏出一大钱给阿珍 叮嘱阿珍好好享受生活 让阿珍别告诉她吧 收下了钱 阿珍就坐上了自家的豪车赶去机场 其实阿珍对去英国没啥憧憬 因为阿珍还有一个不思尽职的男友 明明说好今天会来送自己 可突然说公司加班 哎 打工人嘛 阿珍叹了口气 来到机场后 阿珍看见闺蜜的男友都来了 和闺蜜亲亲我我依依不舍的样子 还听到男孩说 等自己攒够钱了就去英国找你 阿珍笑了 随即去柜台修改了机票的名字 让男孩替代自己去英国 闺蜜和男孩都高兴极了 阿珍也觉得没啥大不了的 正好自己可以去找男朋友 一个长相非常美严的富家小姐 爱上了一个打工人男孩 为了他不惜放弃英国留学的机会 可不了男友却给自己戴上一顶 绿油油的帽子 阿珍来到停车场 打算开闺蜜的车 中途撞见一对夫妻 男人正送女人离开 还给女人保证 说自己绝对不会乱搞 你放心 可女人才刚走 男人就把车开到阿珍面前搭讪 阿珍本来很厌恶这种人 没曾想会都看见男人的老婆回来了 于是阿珍心胜一计 坐上了男人的车 女人在后面追啊喊啊 男人根本听不见 回到了男人的家 阿珍故意加快速度拖掉上衣 男人兴奋极了 这时阿珍故意说 我刚刚上车的时候 看见你老婆在后面追 听到这男人吓怕了 赶紧把阿珍推进屋子藏了起来 自己则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坐在院子里喝酒 老婆回来了 大骂男人 这时阿珍又走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女人怒火中烧 追着男人开走 阿珍则开心的溜了 他来到男友的家里 却发现家里还烧着热水 看来男友根本没去上班 阿珍又来到卧室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睡衣 机智地打开了衣柜门 在狭小的空间里 竟藏着一对狗男女 阿珍冷笑一声 关上衣柜门就走了 虽说阿珍的心很大 但咋一怎么带 游奔的肉男友 给自己带绿帽啊 阿珍记不过 一个人出海游玩 中途拿出钱包里男孩的照片 扔进了大海 接着他爬上一座山 决定今晚就睡这了 还把自己的感触 用录音机记录下来 有些话说出来之后 心情就莫名好了 于是阿珍就决定 直接睡地上 第二天天亮 阿珍下山了 路上竟然还踩到了牛粪 起初阿珍非常郁闷 可这样搓来搓去几下 阿珍笑了 原来这条牛粪不臭哎 然后走着走着 阿珍看见那红色的车 赶紧招手 希望能搭顺风车 可等车停下来之后 前座两个男人 猥琐地看着自己 阿珍知道 在这荒郊野外 遇到四郎太危险了 可不坐车 啥时候能下山啊 于是 机智地装成日本人 说起来日语 就这样阿珍上了车 两个男人在前面 肆意地弹起了 自己的脸蛋和身材 说的话 No 就一个人是 毕竟这类顺势 都是用下半身 思考问题的 然后他们把车 开进了山里 阿珍一个弱小的女子 根本手无腹肌之力 两个男人把她抬下车 就在危急时刻 阿珍赶紧讲出了中文 一下把她俩瞎懵了 然后是有拿起屁股 后面的防浪喷雾 一顿乱喷 再使出乌影脚 一下把两个男人痛晕在地 阿珍看着车跑掉了 下车后 阿珍才不管周围有没有人 直接就换起了衣服 就把一个眼睛男精呆了 男人的老婆不服气 就问阿珍小邀请 阿珍也不生气 直接大胆芳芳地在他们面前 有意无意地 三起了这个女人 然后就走了 他把车子开到了警厅 等那两个渣男下山 发现车子时 车子已经被警察处罚了 另一遍的阿珍 已经到了度假村 正坐在阳台上录音的时候 他听到隔壁瓷奇蝙蝠迷人的二出唱的声音 好奇的阿珍竟然来到人家阳台上 搬了根垫子 就这样坐人家面前观赏 玩说号的二人 发现了阿珍的头盔 不仅没生气 反而走上前来聊天 胡子男和他的女友思想都很开放 聊着聊着 阿珍就和他们玩到了一起 白天在海边玩累了 晚上只在海边生气和准备睡这了 不一会儿 胡子男的女友睡了 阿珍和胡子男聊了起来 胡子男说 人啊 就要及时行乐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说得动清楚 甚至还弄洗了女友 当着阿珍的面就和人家亲密起来 第二天早上 胡子男和他的女友走了 阿珍又是一个人了 在海边逛着逛着 发现一个男人设计的 喝酒帽子特别新奇 于是 趁男人下海游泳之际 阿珍拿起帽子戴了起来 上来后的男人 看着一个美少女在眼前 有点小开心 男人叫我阿强 是个编剧 来海边是为了找灵感写剧本的 阿珍看着眼前这个害羞的男人 决定撩一下他 就让阿强给自己画张画 看着阿强笔下的自己 阿珍爱上了阿强 和阿强也是个打工人 需要回去了 阿珍就主动跟进阿强 说我跟你回家好不好 阿强高兴死了 富家女背在绿毛后 一个人去身上散心 不料约了两个色狼 好不容易摆脱 又撞见隔壁一对情侣翻云覆雨的画面 终于他在沙滩上遇见了心仪的男孩 回去后阿强洗澡 阿珍已经累的睡在了阿强的床上 洗完澡后的阿强看着熟睡的阿珍 温柔的为他拉上了窗帘 之后的日子 两人就像情侣一样 在家里吃火锅 在家里看电视 晚上阿强还是没有忍住 提出玩真心话大冒险 嘴上说是玩游戏 其实你们懂的 第二天 阿珍和阿强也就自然而然 确立了情侣关系 出门高屋的时候 阿珍露出大腿拦车 失败了 阿强也学阿珍露出肩膀拦车 耶 这次司机停了 走下来的还是个男人 两个人恶作剧式的跑掉了 之后他俩去集市买东西 阿珍去隔壁饰品店买了副眼镜 谁知老板看上了阿珍 竟把眼睛松给了阿珍 还附赠了一条超短裙 走的时候 他让阿强的面 约阿珍晚上去KTV玩 阿强心里很不开心 回家后直接问阿珍 你会不会和那个大叔那啥啊 阿珍知道阿强吃醋了 也是故意说 如果那样能给我带来快乐的话 我应该会 这时阿强拿起了阿珍的录音机 却不料听到了胡子男 和他女友的声音 这一下解释不清了 阿强从心底里认为阿珍很浪道 晚上两个人一起去了KTV 阿珍故意和老板玩得很嗨 这时 立大身上那两个渣男来了 看到了阿珍决定报复一分 他俩来到洗手间告诉阿强 说你女朋友是那种 三千块钱就能搞定的货 恰好阿强又看见 老板和女友勾肩搭背的 勾肢相信了他们的规划 直接出手阿珍的行李 把人家赶了出去 阿珍记不过 直接找老板过夜 一夜后阿珍还是舍不得阿强又回去了 看到阿强为了自己买醉 还是很开心 阿强问自己是不是昨晚和那个老板睡了 阿珍承认了 阿强不服气 他认为阿珍就是一个随性的女人 这次阿珍受气了 主动离开 找到一家豪华酒店 在这里他换成了性感风 绝对在这里试一试 阿珍捂走一个大叔 大叔高兴昏了 拉着阿珍往房间走 这时 阿珍冲向旁边的白衣男人 说黄衣大叔对自己突摸不轨 听到美女发话 把一大个一拳过去 阿珍自豪的离开了 可正当阿珍受到行李 准备走了的时候 被黄衣大叔掳进了房间 阿珍知道不能来用的 不然自己就真不饱了 也是他故意和男人跳舞 顺便按下了客房服务的按钮 等服务员赶到时 阿珍就溜了 离开酒店 阿珍又遇到了胡子男 胡子男说自己分手了 前女友跟别的男人跑了 可胡子男居然不伤心 在听了阿珍的恋爱情况之后 胡子男劝他 喜欢就回去呗 干嘛委屈自己 于是阿珍兴奋的赶回到了阿强家 可是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阿强绿了自己 不过爱他就要忍受他的错误 阿珍大方的等待阿强玩哨 阿强玩哨后 看见阿珍回来了 原来这就是爱情 他俩又和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样的爱情观 我不敢苟通 这是惊诧了我的三观 难不成是我绿了你 你绿了我就打平了 就当没这事了 只能说心真大 这部片就当纯粹欣赏 李李真的美貌了 也不亏哈 好啦 我是小珍 喜欢请点个关注哦 感兴趣的去看看原片吧 拜拜啦